劳动力发展局和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过去三年通过旗下的计划和服务 帮助超过6万8千名女性找到工作 而这占了总援助人数的将近一半 老发局明天将在乌洛新栋大厦举办现场的面试活动 让有意重返职场的女性参加 记者红宝林报道 47岁的卓尤雅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 2019年她决定休息一年 并留在家中陪儿子准备小留会考 她后来决定重返职场 5个月内申请超过100份工作 期间碰上冠冰疫情 让她一直找不到工作 到了2020年4月 在劳发局的协助下 尤雅成为一名职业大使 半年后正式受聘为职业导师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只是个数字 对自己要有信心 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要跟家里头的家人沟通 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有进修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在家 所以幸好我的父母亲 还有我家里的人 能够帮忙我照顾我们家的小朋友 这家公司今年4月 聘请了一名早前向老发局 寻求职业援助的重返职场女性 公司为员工提供灵活工作安排 目前有约10人受惠 对我来说最关键就是 能够在家里做工 对 其实那个是最关键 因为在家里做工 你可以雇到家里 跟小孩相处的时间也变得比较多 新传媒新闻记者 洪宝林报道